這兩根地面上的黑色突起物 原來是中山二路寬屏管道的黑色塑膠管 就位在中山區中山二路15號 中山區衛生所外面的巷口進出口處 再加上這裡地面有高低差 經常造成路過的民眾不小心半導影響行的安全 潘瓶的管線把它處理好 還有路面的地方 還有路面的地方 等到潘瓶弄好之後 希望還有這根巨空手鐲設立的管子 告示牌 希望能夠去除 因為白鹿這邊好像有點阻礙我們的東西 在潘瓶這邊的一個省泥的一個高低差 似乎讓民眾覺得說很不方便 而且容易有高低差就不很順 希望巨空手能夠挺快的 我想今天就是我剛剛所說的篩選 基隆市議員宋偉莉接獲民眾反映後 特地邀請當地里長 基隆市政府公務處和中山區公所等 相關單位人員辦理會堪 市政府相關單位同意 在八月底前改善完成 包括一併拆除塑膠管旁邊的公告立牌 並且移屏路面的高低差 那個椅沙管線 我們會再把它截平 就是然後再蓋蓋也很厲害 通過就是配合公務處 把這個關平的部分都處理 然後這個中華電信的那個蓋板 跟卸水管都不能動 封偉莉希望如期改善完成保障用入民眾的安全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謝謝大家galan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